来到金融庙口 市长刘又昌蹲下来 仔细检查排水沟 清淤的情形 烟花台风逼近北台湾 金融座房台准备 市长刘又昌上午召开应变会议之后 前往庙口一带视察 我们一方面防疫 一方面防台 相关的准备工作 各局处大家都已经在进行 我早上特别到庙口去看 是因为过去庙口因为做生意的关系 水沟要清疏非常的困难 这是因为防疫 我们不只把整个庙口的 自来水管线全部怠换 我们也把所有的水沟 全部清了一遍 所以我今天特别去看 现在庙口的水沟的深度 大概有超过一米 所以它的排水的断面 是非常的畅通 我想也可以因应这一次 防台的一个工作 同样中正区信武道信七路一带 因为地处低洼 每逢台风又遇上大潮 海水就会无法排出 容易淹水 今晚市政府在东四码头设置抽水站 现场设置了四部抽水机 但淹花台风来袭 周边里长担心排水问题 在市议员张浩瀚的陪同下 前往关心抽水站防台准备措施 现在最怕的就是涨潮的期间 就是打牢自己的期间 然后一水瞬间下来 那可能这个要抽靠抽的话 那可能抽不到 希望说移动室这个 可能多两三步 能够来变用 顺便帮忙一起抽 抽水站人员紧盯着 荧幕上的水位高度 一旦超过警戒水位 就会立即启动 此外为了防范海水倒灌 抽水机无法运作 公务处将调来另一部 移动室的抽水机来应变 就是说水勤的一个状况 是比较正常一些 但是因为台风清洗的话 毕竟就是一个不可预期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我们还是会做好 各项的一个防范作业准备 过去其实除了台风季节来的话 其实在梅雨季的强降雨的这个时段 其实都会有容易造成淹水的一个现象 所以其实我觉得积单气候的改变 也要调整我们对于防灾的 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所以临时性的或者是 除了常射性的以外 机动性的我认为 反而比常射性的更加的重要 烟花台风来袭 基隆全力防台 不可掉以轻心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